已经知道log2等于0.3010 log3是0.4771 并且假设根号3的81次方等于a加b 其中a为正整数 而b小于1大于0 是求a是几位数 我们要求几位数 我们通常就是把它取对数 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 把根号3的81次方取对数 那这个根号的部分 我们可以把它写出来 就变成了2分之一次方 而这个81呢是帧数的次方 所以我们可以往前搬 所以变81乘上log3 2分之一次方 而2分之一次方一样也可以往前搬 所以就变成2分之81次方 好那剩下的log3的部分呢 我们用题目给我们的数字带进来 所以2分之81乘上0.4771 好经过计算呢 我们在旁边计算之后呢 它是19.3255多 好后面呢还有小数点呢 我们就不写了 好那它可以分成为正整数和小数的部分 所以我们就将它写成 19加上0.3255 好那019加上0.3255 这个3255是尾数 所以代表的呢 是不是就是我们的首位数 开头是多少 而这个19呢 就是我们的位数 就是整个数它是几位数 好那所以我们现在呢 是几位数 19加1 所以是不是20位数 好那20位数的部分呢 因为我们本身这个数 是一个整数的部分 再加上小数的部分 这个B不是位数哦 是一个整数的部分 加上小数的部分 而整数的部分 我们要看它是几位数呢 是不是就是整个数 这一整个数它是几位数 所以我们是把这里的首数 加1等于20位数 但是B的部分 不是等于0.3255 这里要特别的注意